这个李宁哲,现在有理做最后陈述 审判长、审判员 对于自己的犯罪行为 我表达自己认罪、毁罪的态度 感谢有关执法部门在文明办案之外 也充分地保障我个人的人身安全跟健康的权利 使我对中国国家发展和进步 有了个过去完全不一样的认识 过去 过去因为自己价值观的偏差 没有选择实施求是的态度 去认识中国的发展跟进步 而相信太多西方社会对中国大陆 有偏见的媒体报道和书籍刊物 对中国大陆的恶意抹黑 甚至刻意忽视绝大部分中国人 对国家进步发展的肯定 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渴望 而把少部分因为在社会上发展不顺 而在网路上恶意发泄的网民 当成了中国真实广大的名义 而自己当时在没有工作 发展不顺的情况下 我组织网友编造 刻意抹黑谩骂中国政府 社会制度跟共产党的文章 或者把中国社会的群体事件 加油添触用来抹黑攻击中国政府 社会制度跟共产党 并参加了维攻中国煤化公司 这样的犯罪组织 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错误 和犯罪的行为 在过去自己接受的资讯当中 充满了对中国法治的攻击 酷刑 编造证据 制造不实指控 等负面的抹黑充施 但这次我在中国的实际情形 中国大陆的实际情形 和我过去的认识完全不一样 不管从办案单位 到检查单位的讯问办案过程 或是在看守所的生活 都是文明办案 都是以依据 以法律为准神 不但充分保障了 我个人人身安全和依法 应该享有的权利 对我个人在疾病上的照顾 服药的照顾的关心 都非常的用心 在看守所的生活中 每天都有针对中国社会发展 国家政策说明的新闻节目 可以收看 让我更进一步的认识到 真实中国的现况 看到中国大陆 在共产党的政府的领导之下 不管是国家的经济发展 铁道交通建设 航天科技 扶贫政策 河川治理 环境生态保护上面 都有了飞速的发展 在执政讯息公开透明化 让基层民意下情上达 法治建设的成果 也确实有了焕然一新的成就 特别在户籍政策和医保 大陆民众生活幸福感的来由 和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 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各方面 能有长足进步的原因所在 我充分认识到过去自己的思想的盲点 对自己过去因为思想盲点而犯下了错误 感到非常的后悔 也对自己没有实施求是的追求真相 而错误的触犯法律 破坏中国法治和社会发展与和谐 撕裂中国官民之间的团结与情感 意图颠覆中国国家政权 和社会制度感到万分的歉意 过去的错误已经造成 触犯法律的事实 也需要负担起法律的处罚 除了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外 我也希望在法律责任结束以后 回到台湾 我能用自己的例子 告诉我生活周围的亲朋好友 两岸同属炎黄子孙 中华民族 我们应该舍弃西方的偏见的观念 来认识中国大陆 两岸的中国人 透过了解而共同合作 达成民族的团结 这才是台湾发展唯一的活路 和中华民族真正伟大复兴 我之前在台湾是从事社会教育的工作 未来当我法律责任结束后 回到台湾重新投入职场 我也会把上述我的想法 在工作上来宣导跟发扬 让更多台湾人 也能和我一起为中国的统一和发展 贡献自己的力量 以补偿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 这才是真正的认罪悔罪 希望得到法律法院宽大的处罚 谢谢法官